听到外面 嘟嘟嘟嘟嘟嘟猪猫鸟的声音了吧 明天就要考试了 你这让我怎么学呢 哎 头痛啊 今天和大家 拍一个聊天视频啊 就关于最近 有一则消息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大家都知道中国有一线城市嘛 北上广深这四座城市是一线城市 但是我要是今天跟你说武汉 也是一线城市你相信吗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不相信是吧 我当时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呢 我也不相信 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 还真的 全球化于世界城市的一个研究网络 上海北京广州深圳 成都武汉 六座城市被列为中国的一线城市 成都其实列入一线城市我觉得也不奇怪 唯一能奇怪的就是 武汉也被列入到一线城市 他能够干掉啊 就我认为的就是重庆 杭州 苏州 是吧 还有那个 还有 长沙 挤升到了啊 就是中国的六座一线城市 如何判定一线城市最核心的 嗯 有几个指标吧 第一个是房价 第二呢 是城市的发展水平 第三呢 是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 还有辐射带动能力 还有对人才的吸引力 还有国际上的知名度 就是 或者你们认为武汉有几点 符合吧 毕竟呢 因为我还是真真正正住在这里的 就说句实在话 我真的 不希望武汉 成为一线城市 其实一线城市是代表了高的房价 高的消费 是吧 然后我觉得目前来说 我们真的还没有做好这样一个准备 能够做到一线城市 就如果你要是说北上广啊 这种跑不掉的 是一线城市也就罢了 像现在 像现在这种被冠为一个 我不知道这个机构怎么样 我虽然是是不是野鸡团队 我不知道 就被评为一线城市 我真的是觉得是蛮难受的吧 嗯 为什么难受呢 就是 呃 一直就是老百姓啊 流传一直就说 武汉就是一线城市 是二线城市的配置 三线城市的工资 是吧 就如果这种一线城市的这种论调 啊 充斥着网络 然后或者充斥着这些 领导啊什么的 我就觉得 你也让我爱不起来 知道吧 你懂我那个爱不起来什么意思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 说武汉啊 应该是认真的去 定位 真正知道自己的定位 啊 闷头的去发展 真正想成为一层就是那些 成见的那些 那些人或者那些利益 获得者 因为毕竟房价可以 又提升了又可以炒作的空间 是吧 而如果说 只是 或者说只是面子上面 这多一个名号啊 武汉变成了一线城市 就这个境 我觉得确实就没有好 就没有意义吧 就浪费表情吧 如其把那个老百姓的这些 收入啊什么的 民生啊 包括人民的一些素质啊 还有包括其他小的软的那些 呃 条件能够提高 我觉得是最好的 是吧 我的视频里面曾经也拍过很多 我也说过 吐过很多潮 我说武汉是一个 武汉 武汉是个县城是吧 但是他再多 他依然是我的一个家乡 是吧 就 然后就拿我开始做自媒体 学习搜索 武汉的这些历史资料的时候 就真的知道了 就是 让我真正明白我自己的我的家乡啊 就武汉和其他的那个城市是不一样的 他曾经是从 清代后期一直到近代 他都是国内首屈一指 排名靠前的大城市 呃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 曾经有过 保卫大武汉的歌是吧 也曾经有世界茶叶之乡的美誉 是不是很塞 这个好一点啊 还有曾经有 武汉还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 武汉还曾经是中国第一个直辖市 对 你没听错 那个时候是1927年的事了 呃 当然这个历史呢又有多少人知道呢 我觉得我之前都是不知道的 你现在再看看武汉 就感觉是 直线的一个 衰落 然后真正你想想武汉疫情之前 呃 就作为武汉人啊 我觉得 我们这个时候就应该 希望武汉吧 能够抓住 这个机会 坏事变好事 国家也在扶持嘛 就重新 啊 回到 曾经的辉煌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是大的方面啊 就是我和大家说的我的大的方面 是吧 小的方面 就从个人角度 武汉能够早一点进入中国的一线城市 你看就如我们公司来说吧 我们公司总部是在上海 我们呢 属于分部啊 就因为地域差的原因 工资只能够和那个 就当地的啊 收入去就就去匹对 所以真正我们的收入总部和分部之间的差距是非常非常大的 啊 没办法 别人是一线上海嘛 是吧 别人一句话就把怼死了 武汉能够真正进入到一线城市 能够和 上海平起平坐 啊 我的工资呢 是不是也可以涨一点起来 每次我们在每年考试呢 还真正能够有点作用 是吧 这样呢 也不至于我这么辛苦 去打两份工来做自媒体 哈哈哈 对吧 开玩笑哈 就最后呢 我还是想 照搬 武汉城市宣传的口号啊 武汉每天不一样 共同富裕 是吧 武汉这样的才会越来越好 然后早日的 真正的进入到一线城市 现在呢 真正还是没有 还没有 完全的 做到进入一线城市 这是我的个人观点 武汉 是不是真的进入到 一线城市 你怎么看啊 可以在下方评论 讨论 好吧 然后你也可以 说一下 这些新一线城市里面 哪些城市 如果这两个名额 除了成都和武汉 还有哪些城市可以 是真正的 能够做到一线城市的 好 我们在下面评论留言 好吧 好了 我就继续 学习 明天考试了 不考试 涨不了工资啊 好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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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嘿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